嘿 大家好 这里是小姐姐 今天来给大家再讲两款苹果笔记本 反正我左边这台的话是15.4寸的 来这边这台的话是13.3寸的 我为什么要给讲他们 因为很多人在买苹果笔记本的时候 又想要新价比的 然后又发钱不太多的 这个视频有点长 建议先收藏 再关注再分享给大家以后很好的一个帮助 首先这台是16款的 这台是18款的 当然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是价值 相对于来说才是重要性 然后接着让我们从他的cpu 从他的显卡 从他在日常使用的 打开程序一个速度 来做一个综合的对比 那么非法少数啊 马上切换相头 当然价格他们的行情留到最后再说 在评论之前呢 这两款苹果笔记本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距离硬件参数 箱子过来看一下 为了公平起见呢 这台是2016款的 采用的是i7四核16加512G的不太硬盘 多伸到了12.71的系统 然后再来的话也是2018i7的 4核2.7也是12系统的 他们的cpu都是i7四核运行论程都是16G 然后这台的话 固态硬法是一tb的 然后这台的话是510热具的 等下我会讲他们的价格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给他检测一下 他们日常使用当中的在检测之前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观啊 他这边有两个特别的接口 而这里面也有两个特别的接口 也就是说右边还有两个特别的接口 指纹触控条他这边都会有 而这一台的话 右边也用两个特别的接口 指纹触控条他也有 意味上他的外观结构是一样的 就是屏幕大小不一样 那接下来马上点着他们的日常性能 日常英勇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打开cpu 性能保分对比 打开app速度测试 打开抖音 打开微信 打开wps 打开静心按示 打开替据 打开功能 打开呆斗 大开耳心 打开奖音 大开呆斗 打开企业微信 大开小眼睛 打开流水的痒幻 打开 camper音乐 打开QQ音乐 经过一轮跑分下来很明显 18款的打开速度明显比16款要好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一下他们的3D游戏帧率跑分 现在打开独行显卡跑分帧率测试 在3D显卡的打开要快一点点 我们现在给它跑一下分 现在这个界面进行3D跑分游戏程序一个帧率 我们注意看右上角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8款的 它这个的话是3839 最多跑到50分左右 51也就在50左右跳不到60了 来这一台的话 看一下显卡16款的可以跳到60 49 接着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也就是在游戏性能跑分界面下 16款要比18款好一些 重启速度 相信大家刚刚看完视频对于这两款苹果笔记本有个很好的选择了吧 如果你注重游戏或者注重一些3D程序啊 它这个显卡至少要比100块好一半左右 如果你刚刚没有看完整的话 再放在前面再看我这个视频 可以说选择苹果笔记本的话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当然做设计的话一般都要用到3D的显卡 我觉得16款拿来做设计是适合大家的 至于打开应用程序的话 慢个零点零几秒 其实真的它就不是很大 我说的是不是实在的 那节目到了最后这两个苹果笔记本的价格 大家关心的吧 首先这个16款的说实话 价格也就是在27800块钱 16加5112G的 由于我这台是17币的 所以再贵个2300块钱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它这个外观的话有95性左右的 然后18款的这台是i716加5111G的固坛硬盘 它的价格目前来到了31200块钱 顶配的一个版本 当然18款还有i5适合的 这是i7 2.7适合的 所以说它的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看清楚没有 这两款苹果笔记本中口性能的话 它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选的话用性价比的话 我个人想感觉还是16款的是不是 毕竟它的显卡都设计强项加分的 然后这一台的话中规中矩啊 如果对于这两款苹果笔记本给你最好的选择答案的话 虽然我点个赞你的生活很灿烂 再给大家通通的讲一下 相应6款曾经这样的高配置定制版的上时的时候是18,000左右 而这台i716G的512G的固坛硬盘18款呢 当时上了的时候是在13,000左右 很明显了吧 这款定制的是高端 这款定制的话是中端 真的是 懂